大家好 感谢收看本频道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好声音亚军王靖文被热捧 冠军五颗月为何反被架空 李克勤首次透露真相 2020好声音的总冠军善一纯 在出道后资源好到爆 在整季学员中是一记绝尘的存在 而2021年的好声音 五颗月一直被视为第二个善一纯 结果他也确实拿到了总冠军 但是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月里 我们发现曝光最多的并不是五颗月 而是亚军王靖文 尤其是浙江卫视的平台 都没有给过五颗月什么机会 而王靖文却屡屡受热捧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看王靖文进来都干了什么 一 全国巡演 有的场次举办了 也有一些场次因疫情原因被迫取消了 二 十二月十一日晚 在TMEA娱乐盛典获得年度突破音乐人 并且是与最具潜力歌手 单一纯一同获奖的 像是分别代表了2020与2021 两记好声音一般 另外 王靖文的作品《沦陷》 当晚还获得年度十大热歌奖项 三 十二月二十五日 浙江卫视闪光的乐队首播 其中有王靖文的加盟 而单一纯和五颗月都没机会 四 十二月三十一日 加盟浙江卫视跨年晚会 同样没有五颗月和单一纯 再看五颗月 出道以后就很少有机会登上这种大众舞台 基本是在大湾区这边一些商业场合和小型庆典露面 比如 一 电影梅艳芳的宣传现场 二 一个叫深圳美好生活节的线下表演活动 它是C位 因为其他嘉宾全是一些不出名网红 三 一个叫深圳湾之夜工艺晚会的企业年会 基本没有明星 它现场唱了海阔天空和飘雪 四 十二月二十日去了澳门 在回归二十二周年活动上 现唱了一曲海阔天空 但也是小场面 基本没有明星 五 十二月三十日 回母校参加深圳大学新年音乐会 演唱曼珠沙华与海阔天空 这样一对比 差距还挺明显的 为什么贵为冠军的五颗月发展会步入亚军王静文 不只是冠军与亚军的区别 对照二位 明明五颗月唱得更好 形象更佳 在舞台上表现得更大方得体 自然也更受大众欢迎 而王静文只不过是网红出神 唱过几首网络热歌罢了 缺乏明星象 色恐 爱哭 在好声音舞台上就经常成为吐槽的对象 最终得了个亚军都惹来不少人的质疑 而出道之后 王静文的资源竟然轻易碾压了五颗月 浙江卫士把他当清规律 却完全架空了冠军五颗月 这道理是啥道理 有人说 因为五颗月是唱粤语的 在发展上有一定局限性 所以活动多数陷于沿海这边 来自内地的邀约很少 而唱国语的王静文没有这种局限性 有人说五颗月的唱功其实不算非常好 歌路不宽 在好声音舞台 大家更多是被他那种复古的唱腔所吸引 被久违的粤语经典所感染 但要这样说的话 王静文唱功也不见得好啊 他的唱腔甚至被有些人吐槽油腻 也有人说 因为王静文有流量 他参加好声音之前 已经在网上积累了相当的粉丝基础 而五颗月参加好声音之前 完全是素人一枚 这倒是真的 不说比赛前 就目前而言 五颗月在某社交平台 和某短视频平台的粉丝量 分别只有11万和69万 而王静文分别为54万和574万 依然相当悬殊 这个结果让我还蛮诧异的 就路人员而言 我们明显能感觉五颗月是远胜过王静文的 王静文不仅常受质疑 还被不少网友追着骂呢 他自己都说 有的人骂他都骂出铁粉标识来了 但骂五颗月的估计就没几个 不过这年代在娱乐圈光靠路人员是不行的 粉丝才是硬道理 被骂得越多的明星 粉丝年性反而越高 这就好比华晨宇和毛不易一样 谁的路人员更好 谁的粉丝更强大 又是谁能在圈内混得更好 骂华晨宇的人那么多 妨碍他发财了吗 明白了这个道理 也就明白了王静文比五颗月更受捧的原因 还有知情网友透露 五颗月其实没有真正签约梦想强音 是一种割裂式签约 也就是说真正的经济公司还是之前的公司 但公司每年要支付梦想强音120万元 连续支付五年共600万元 这不就相当于违约金的性质吗 付600万元就可以给你自由 如果这样的话 那灿星和蓝台不捧他也说得过去 那王静文呢 其实他也一样啊 经济公司也不是梦想强音 应该也是割裂式签约 所以这也不是蓝台对王静文偏心的理由 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分析说 一定是王静文背后有人 资本的力量一定要捧红他 没办法 前几天在闪光的乐队这一期 王静文作为全场年龄最小 资历最浅的一个 又天生涉恐 按理说他应该在这个大咖如晕的节目里 毫无存在感的 但事实恰恰相反 节目给他的镜头还挺多 在他们那一组表演后 别人都没采访 华少偏偏重点采访了他 问他是不是真的设控 紧不紧张 王静文巴拉巴拉说一堆吼 让华少快别问他了 华少却还追问他 为什么演唱麻雀 王静文又巴拉巴拉 输出了一大段正能量 不仅如此 似乎节目还有一届 其他大咖来突出他 比如他表演后 作为全场最大咖的张楚 出人意料的投了他 节目又阶级发挥 采访张楚为何选择王静文 然而张楚又说不出正当理由 吞吞吐吐毫无逻辑的说 是我没听过他的歌 但我觉得他写的歌应该很不一样 看起来张楚像是被安排了 但又演技太差 所以才弄成这样的尴尬局面 刚刚加盟闪光的乐队 紧接着又是一本季好声音学员 唯一代表参加浙江卫视跨年晚会 冠军五颗月 季军陈文飞 以及后面的学员都通通靠边站 这种待遇上的差别十分明显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中国好声音 五颗月夺冠被力赞 王静文亚军惹争议 陈文飞太可惜 像做梦一样 斩获2021中国好声音 年度总冠军的五颗月 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 10月15日晚 中国好声音2021巅峰之夜 落下帷幕 全国五强学员的最终排名出炉 冠军五颗月 亚军王静文 季军陈文飞 第四名姚小棠 第五名贺三 首次参加内地音乐综艺 担任导师的李克勤 成为新一届冠军导师 然而拥有梦一般感受的 或许只有五颗月和李克勤 来到第十年的中国好声音 早已疲态尽险 仅从这场总决赛来看 导师汪峰再次疑似破音车祸 主持人华少两次报错票数 甚至将王静文归入了李克勤战队 计票设备连坏了两次 靠人工计票才顺利过关 由于时常控制失误 被邀请来演唱的 昔日好声音学员 西林娜一高的 她来听我的演唱会舞台被剪 某种意义上说 对于一个大型综艺来说 这样的总决赛舞台 也像是做梦一样 在总决赛之外 选手资源的枯竭 观众新鲜感的丧失 同类综艺的汹涌 早已将这款老牌综艺 推上了背水一战的境地 然而本季周杰伦的缺席 纳英的提前退出 无疑令节目雪上加霜 但真正为节目板上钉钉的 还是节目自己 本季好声音一个最大的特色 就是推崇原创音乐 几乎每唱近演 都有新的原创歌曲 在舞台上畅想 但包括总决赛舞台 王静文的祝贺在内 不仅没有一首原创音乐出圈 甚至还遭到了逐多质疑 纵观整记好声音 最初圈的舞台 还是来自五颗月演唱的粤语经典 好声音的创新错了吗 或许答案并不在节目本身 好声音的 对啊 好声音的 好声音的 感谢观看